其實我認為我有很多哲學的問題 我一直研究的時候 是越來越多哲學的問題 也有越來越多答案 所以要重講很多次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都好像說得不清楚 我想說我的研究就是 我認為錢財不是照顧錢 錢財不是什麼不好的東西 錢財其實是很好的東西 不過錢財本身是無用的 錢財本身是無用的 因為銀紙是不可以吃的 錢幣是不可以吞的 喝得不吃得 錢財本身是無用的東西 就算不是借銀紙不是現金 在銀行裏面都是一個數字 錢財本身是無用的 這個數字是不可以為我們填土的 但問題就是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 錢你給了錢買了一件東西 買了菠蘿包 我吃了菠蘿包 YIGilli 有多數字 可以用錢 錢買了三件東西 買知識 賣書 賣課程 可以請教育 請補習老師 錢是很有用的,但錢本身是沒有用的 它是間接有用的 A means to an end 我的研究就是人類可以不用人的形態去生存 不用人的形態去生存,有什麼那麼厲害? 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問,有什麼了不起我? 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問 其實本身是沒什麼那麼厲害的 但問題是,不是問題 但是重點是,沒有網管 人類的法律是不能管我的 如果我變成一隻獵豹 我在非洲變成一隻獵豹 我用獵豹形態繼續生存 那人類的法律可不可以管我呢? 我在非洲的大草原變成一隻獵豹 我就用獵豹形態繼續生存下去 那我問你們,人類的法律可不可以管我呢? 我已經放棄了人類的身份和形態了 對吧? 即是你說,拿張身份證出來對下的樣子 那是獵豹,對吧? 獵豹有什麼?身份證 就算我是... 就算我是... 你是Evelyn Troy 是的 但當我變成獵豹的時候 你對身份證 那個樣子都不是那個樣子 對吧? 是一隻獵豹 即是人類的法律是管不了我 當我變成另一個形態 它怎麼管我呢? 還有它就是呢? 你看看那些花草樹木 花草樹木呢? 它們有辦法生存的 不用跟人類打工 它甚至乎是完全不需要出去狩獵 當然是除了食蟲那些 食蟲那些... 你知道那些蟹蟹那些植物之外 大部分的植物 都是不需要勞動的 但是它不勞動呢? 它不勞動呢? 它的貢獻都大過全部的人類 全部的人類加在一起都沒有 那些植物的貢獻這麼大 真的 一棵樹 它就這樣生存的 它就這樣吸引氧化碳 然後敷出氧氣 就已經對地球 對地球有極大的貢獻 它什麼都不用做的 就這樣做回自己而已 我就是想帶出這個訊息 這個是大自然選擇我的 對不對? 你想知道大自然是否選擇我 看看真龍怎樣對我就知道 真的 到時你就知道 那我就說我把這些東西全部融合了 看到什麼動植物 例如野豬 野豬什麼都吃的 對不對? 拿它的 借用它的 digestive system 借減 借減 不是說拿了它的 不是literally拿了它的東西 拿了而已 只是資料而已 拿了而已 只是資料而已 不會只是拿一隻東西 不會只是模仿一隻東西 是要這麼多東西陷在一起的 植物 如果我整身都是綠色的 都是chlorophyll 也有那個 就是我要做到那個photosynthesis 的能力 是不是? 就拿了它這個能力 那我就可以 放在石子裡 一天曝光 曝光 曝光 就有能源 就是可以維持到一天 如果沒有什麼intensive活動的 那就可以 沒有什麼intensive活動的 就可以曬太陽氣 對不對? 很爽的 什麼都不用做 你知道 那些人打工打生打死 我就這樣photosynthesize I only have to exist and be myself 我就已經 啊 給你們的貢獻都要大 當然 對不對 我呼出氧氣 你們個個都要氧氣 對不對 人類沒有氧氣 不可以生存 對不對 但當然我不是想只做樹人 對不對 那你如果想飛呢 想飛的話 當然要有鳥類的 就是 要有鳥類的 就是 Muscular skeletal structure 之類的 那些 是不是 還要有液 然後呢 最好就是有野豬的 digestive system 和牙齒 野豬什麼都吃 對不對 它只有雜食 什麼都吃 那幾樣東西合在一起 不需要用人的形態 不需要用錢 都可以拿到大自然的資源 大自然供養我 對不對 大自然選擇了我 我就可以這樣做 好 好